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恆電訊的Youtube頻道 農曆新年回來後 都很想和大家見面 迫於無奈 現在世界發生肺炎疫情 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衛生 還有多些洗手 農曆新年回來後 有其中一部新款機 小米那邊發佈了 小米10系列 這部是十年之躍 十年之躍 十分期待 有很多最新的技術 都用在這部機上 稍後我會幫大家介紹這部 大家有興趣想買這部小米10系列 請你們聯絡自己的感知 我們訂購的WhatsApp碼是97964328 這個是我們facebook 最新的資訊都發了自己 大家記得追蹤一下 如果你有看過Youtube頻道 可以訂閱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 回來之後 放假後都很想拍片 不如無來沒有新機 現在有新機就趕快拍給大家 這部機是今天才回來的 明天就交給客人 這部小米10有什麼最新的技術呢? 我們由新技術開始講 首先它是用上未來 這幾年最新的Wi-Fi標準 即是Wi-Fi 6 現時我們用的Wi-Fi標準 是Wi-Fi 5 就是802.11ac 即是AC的標準 來到Wi-Fi 6就是AX AX標準 AX標準是快很多 還有吞吐量可以去到每秒9.6GB 是相當之快的 還有可以做多很多東西 我相信 接下來這些新Wi-Fi 即是新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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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路由器 大家如果有新標準 AX的話 可能都需要換 換回新Wi-Fi 6標準的路由器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就是 它的性能 處理器 用上晶龍865 這顆CPU 三重集 最高是2.8 840還是2.860GB 忘記了 最高的時脈 可以去到這麼高 比起上一代 AI 比起上一代的855 它的AI是快一倍的 另外它的性能 性能快25% 以及功耗也減低了25% 都是不錯的表現 還有雙無 5G雙無 NSA和NA 雙無 5G 當然 香港的4G 都是支援到的 5G、4G、3G、2G 沒問題的 第三個 新技術 就是 它用上RAM 它用了 今年最新的DDR5 上年的旗艦機 都是配備DDR4X DDR5比4X 當然是快 快和功耗也減低了 至於快多少呢 我想一想 DDR5 比起上一代 對 比起上一代 它的速度 是快1.3倍 1.3倍左右 都是不錯的表現 配備LAN Flash UFS 3.0 3.0 去年都開始使用了 暫時最快是3.0 沒有3.5 或者3.1都是沒有的 最快是3.0 UFS 3.0 都是不錯的 現時最快讀寫的LAN Flash 第四個 我看一下 第四個 就是 看看那屏幕 螺剛性 以及小米CC9 以售性 或小米CC9 或做小米CC9 版面 也不會太普及 2,000萬的前置鏡頭是用上微型打孔的 這個鏡頭是很小的 而且下巴有3.32mm 這個下巴是很窄的 黑色的那條關 視覺也是不錯的 另外如果你想遮蓋前置鏡頭是可以的 你進去設定中有一個顯示 關於劉海那邊 你可以遮蓋或者不遮蓋也是可以的 這個屏幕是AMOLED和屏下指紋 還有顯示標準是可以達到HDR10加高動態的圖像顯示標準 配備DC硬件調光 DC硬件調光也是可以在顯示上調光的 你可以調光DC調光 如果你沒有打開就沒有了 另外它的亮度是很光的 是1100多個NATER 即是NATER 相當之高超過1000 超過1000的數值 我們再看看 這部機器大概是6點幾吋的 我們再看看其他 在電池 這次也是很高容量的電池 給了你的 大概是4780 4780的大電 它也有 有給予快充 快充 有分有線和無線 有線都是30W 無線快充都是30W 再給予無線反向充 有10W 可以支援最快的10W輸出 無線 反向充電 反向充電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反向充電 是吧 說回鏡頭 這次這個 你會看到後面的設計 其實好像跟小米獅子狗婆差不多 是吧 這裏都是4個的 另外這裏突出1個 這個是超廣角的 就是1億像素的鏡頭 另外那兩個 分別是景深和微距的 就是單獨 單獨一個鏡頭 這個1億像素 我記得是升級了的 就是來到這一代 換言之 它這個鏡頭 可能比CC9 CC9 Pro 是好些少的 可能算法方面提升了 另外 由於你1億像素 拍出來的尺寸 可能大 它發佈會有說過 它是用上最新的圖像格式 就是 HEIF 對了 是HEIF這個圖像格式 可以有效 壓縮的空間 大約是4成左右 即是折省空間 平均是折省四成的 還有用一些最新的高通的技術 那個ISP這個圖像處理器 這個也是最新的技術 還有一些AI的Fix All 即是AI那裏會幫你做完 這個智能 即是人工智能 幫你做完那個 照片的後期處理 即是處理 我記得它這個相機 有一個 好像叫魔法換天的功能 例如 簡單舉個例子 例如 你現在拍出來的景 可能天空是日頭 你可以把它變成黃昏 這個就是魔法換天 你會看到螢幕有這個顯示 你們叫AOD 我不知道是不是AOD 剛才我在那個設定 顯示那裏是可以 這個是可以調整的 還有你當然可以關掉它 沒有問題的 Double Tap 可以開啟螢幕 等一下我們試一下 其實我想試一下喇叭 這個喇叭 我們先介紹一下 喇叭都是用上最美的 最美的喇叭 是1216 超線性喇叭 喇叭是雙喇叭 左邊一個 即是底一個 右邊 額頭也是一個喇叭 兩個喇叭都是用上 1216 超線性喇叭 立體聲的 有Smart PA 供放給你 相當之正 我們看看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是 一級方程式 很好看的 你看看 待會兒炒車 這條是凹尾 有些聲音是很立體的 傷害 撞到車 那是法拉尼 聲音是很大聲的 而且不會散收收 說明是最美的喇叭 當然是 出來的效果是相當不錯的 這條影片已經拍攝超過11分鐘 差不多要結束了 我們先看看 這個 UI 這個小米 我的裝置 先看看 出廠是吃了 MIUI 11 Andra Andra 10 Andra 10 小米的 是11 顏色 這部機器 有三種顏色 手上這隻是 藍色 海藍色 海藍色 另外有一部蜜桃金 蜜桃金 不是土號 不是土號金的顏色 不是 另一隻是銀炭灰 即是銀灰色 三種顏色 規格是有256GB 我都忘記了 忘記了有什麼規格 我記得有三隻 148GB和256GB 好像還有一隻512 忘記了 不肯定 總之是三隻 你可以上我們的Facebook去看 其他的賣點 都有 多功能的NFC 有 商品的GPS 有 另外 紅外線有 紅外線有 在這裏 但沒有了3.5mm 不過他跟機會有一個轉接的線 給你 卡槽是放兩張電話卡 不能加記憶卡 而且由於他用上兩個喇叭都是超線性 當你錄音的時候 他可以錄到立體聲的 立體聲的錄音 差不多這樣 另外 還有一個 剛才已經忘記了 另外 他的鏡頭說了一點 這部機是可以支援到8K Video錄影 很誇張 8K Video錄影 有視頻防抖 OIS和EIS的雙防抖 如果你拍照的話 他也有OIS光的防守陣 當你拍影片 有EIS加OIS 雙防抖 雙防守陣功能 這個是8K錄影 補充 另外還有 太多了 我記得 這部機比較多新的東西 剛剛我之前玩過 都在設定中 這個震動 它的震動 是可以調校的 這個震動 是可以調校的 你們自己進來看看 還有設定中 有很多新的東西 還有 這裡講過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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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螢幕 說漏了 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 螢幕刷新率 是可以去到90 是流暢很多 你想省電 可以調校到60 另外 它有180HZ的 速控率 即是說 靈敏度 手指和螢幕的靈敏度 大大提升 有90HZ的 電競屏 180HZ的 速控率 這樣 很棒 很棒 還有 它的主題 現在是白色 比較刺眼 你可以調校暗色的主題 暗色的主題 好像在這裡 忘記在哪裡調校 你們自己買回去 自己看 好像在這裡 深色 深色 就是這樣 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拜拜